玉里镇部落头目联谊会这次由安通部落承办 会中虽然肯定正公所圆宝地业务获得全国优等 然而还有许多圆宝地申办的问题有待克服 此外部落头目会议也提出了部落建设以及环境设施改善 毫无动静引发热烈讨论 玉里镇部落头目联谊会会议青春第一炮在安通部落登场 由部落头目主持正公所圆明课长谷秋英 这名代表秀吉萨夫洛以及现议员林玉芬都出席参加 希望大家像我们周边我们部落也好 都能够把他这样的专业人才我们把他抱上去 去年正公所圆宝地业务获得全国优等成绩亮眼 然而部落头目提出任由许多族人 圆宝地申办多年却都没有下文或者面临难题 期待克服 首年也高度关注圆宝地申办议题的现议员林玉芬 现场投席协助 是因为政府的得证给我们不是 是过去24万公顷的范地 所以才今天衍生到可以申请 真话边缘缘宝地申办 不管是国产署领务局 东管处 重管处 江东所正公所现政府的 你只要在7721以前 77年2月1号以前使用这个圆宝地 你符合第一个条件 此外部落头目届由会议的召开 提出部落建设以及环境设施改善 不是进度牛不化 就是毫无动静也引发头目们的热议 再者也关心玉里镇15个部落文件站的金管 因为很多需求尤其是在918的事件里头 我们福音社区有很多围墙 崩掉的到目前还没有修复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是希望说建议工单位 能够赶快的来去处理 不论是文件站的设置发展 部落聚会所的优化 地震阵损的修复 还是元宝地申办等等工作 部落头目都高度关注 玉里总头目也是马太林部落头目的陈长生 与各部落头目共事决议 每个月召开两次会议 对于部落相关事务与议题 共同讨论及时广益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